Yeah 漂亮 好歡樂的組合 我自己看完 我從一路看一路聽著歌 我一直想哭 為什麼 最好的歌手都在我們這裡 每一位都是唱將 每一首歌是那麼精采 我們是從蔡佳麟這邊唱起對不對 第一種公認的最佳CP 因為蔡佳麟的歌喉 我們郭婷筠的這個 你的力量 你們兩個還跟著我的感情 我老實說 我就看 你們那時候不要直接介意 這樣 你們後來誰先結婚的 我先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會來私訊問說 蔡佳麟是你們老公 我會跟他說 我不是她的肉 我說兩個人的感覺很搭 蔡姐姐 如果郭婷筠要蔡佳麟的話 那彭政跟你比較搭 我剛才真的要說 郭婷筠 如果我白噴 彭政就是沒有郭婷筠 對不對 然後是孟賢跟雅露 對 我本來以為說雅露是比較高大的 結果你們兩個搭在一起很合 真的 真的 撞出新火花 新的CP 而且孟賢本來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所以這變成你帶著新人 雅露算很好奇 而且我覺得她自己很有想法 對 她跟我說你能不能有一個大鏡子 我想要照鏡子 我想要穿個男友襯衫 結果這件是你男友的襯衫 是真的男友還是前男友 這是孟賢的襯衫 真的假的 你怎麼說出來 不好意思 說出來了 不可以 那邊的襯衫是後台我在照的襯衫 我說怎麼跑來在那裡 不過也是真的非常精采 而且並且我要講一句話 因為雅露剛剛唱那種維多莉亞的秘密 是我幫張惠妹編的舞 她不輸張惠妹耶 就是有得拚 她的肢體感覺 雅露會去打 不會啦 有人在講這一段的目的是說 她幫過張惠妹編 是的 主要要說這段目的是要來 要主要要這樣 是我 好 知道 孟賢我覺得是白搭 搭誰都OK 就像姐姐妳一樣 彭正也可以 可以喔 思維也可以 彭正 對 趁妳老婆懷孕生孩子 她是說 來搭 來唱歌 來唱歌 真的不簡單 祝福妳 加油 加油 是的 好 這邊 我老實說 她的歌手本來就很感人的 然後妳的那首歌詞那是更感人 一個女人覺得對男人的虧欠 對 現在為了怕妳的香 沒有去頂到她的香 兩個必須得分開 兩個人都有把那個氛圍唱出來了 我有感動 思維今天唱得太棒了 有感動 這兩首的合唱之後 我以為 哇 那這個這麼經典 那後面怎麼辦 才經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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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正的歌真的 表達得很好 你唱第一首那個歌叫做 誰在殺人 自己忘記 沒有 這首歌的時候 他都還沒生出來 那很久 他們兩個連一碗湯就不是我 你說 然後 他的個子就跟你差不多 是嗎 應該這樣 你的個子跟他差不多 是 都是那個世界演奏的 他的味道是別人 常很多人在模仿他 但就不是他 沒有人可以代替 不能取代他 我聽過很多別人唱 是不一樣的 而且最後你們兩個人一起合唱的那一首 就是叫做 熱謝你和我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每次都聽 曹西平在唱 你以為那是曹西平的歌 他常常在唱 耶 耶 嚇一跳 我以為你 再來一次 預備 熱謝你和我 耶 哇 等一下 曉峰老師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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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害怕 剛剛那個還不是標準 曹西平是 放的時候 他是賺一圈 還賺一圈 摔過幾次就不敢賺 太貴了 但是你們的合唱 真的有你們的經典 很棒的 加油加油 而且最後 大家一起大合唱 大家一起大合唱 這個才是真的有點敗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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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個穿古裝的關係嗎 兩個古裝 那中心又合併 男生又跟男生 不 我覺得很好耶 為什麼呢 每一個年代 很多女生 都是很茫然的 愛其實是什麼 愛是什麼 可是我會覺得說 愛像什麼 應該感覺 愛像什麼 我還會走過去 互動一下 有 有點撩妹的感覺 愛像什麼 愛像碰震 又是 很無聊 很無聊 各位觀眾朋友 節目好看嘛 好看 好看 歌好聽嘛 好聽 也忘了下個禮拜 繼續收看 我的VB秀 謝謝 來 來 蔡佳林說 這樣好快喔 對 我說 本來凡哥 這樣一次幾條歌 對啊 十首 十二首 十二首 十三首歌 十六 十三首歌 接下去唱 對 我們兩個都沒有出來 竟然說怎麼 沒有訪問 感覺很好看 我本來說 本來說 第一組的唱歌 我說 我們要出來訪問嗎 他說 歌痛得很順 不然繼續讓下去 我們不要出來 對 要唱到最後一組 子生和新田在唱 我們好像沒有出來講話 第二回合 你來出場 我們這個經常做的 對 創作唱將新兵 今天的新兵裡面 有一老一新 他以前來過呀 有來過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好像孫生 對 我們的客家歌王 金曲歌王 我們的唱將就是他 羅文玉 歡迎 文玉 那你要幫我們唱首什麼歌 我創作的啟蒙老師 就是尤鴻明老師的歌曲 他寫的經典國語歌很多 可是這有 我要唱他的台語歌 這個歌本來是合唱的歌曲 美鳳跟 你要自己單獨唱 自己一個人唱 跟五什麼 五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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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這麼多的好歌聽 最重要的 我們有個最棒的 我們的幕後功臣 也是我們節目的大顧問 我們的 我們的 林文榮 人物 山頓老師 這麼辣 因為我問他說 您是在別的地方也有表演嗎 他說 他都是跟著孔鏘老師一起 我是說 專屬的 我住在一起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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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謝謝我們所有的歌手 聲聲一舉功 謝謝孔鏘老師 謝謝孔鏘老師 謝謝 這就是無情無阿 大家共同的合作 那現在第二個回合我們就就來了 先請我們的唱將先來唱這首歌 歡華 榮喜芒 雖然有一點點磁性 但是很棒 因為他剛感冒不久 真的喔 確診之後這個聲音還沒有完全調整 就會有傷到 那他已經盡他的所能 在呈現最好的 那我想因為 我們全省有好多的哈嘎朋友 要不要分享一下哈嘎朋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一直覺得好的音樂是 不關乎語言的 那我覺得我的出現就是希望能夠讓 客家音樂有機會進入到主流 年輕人聽到我的音樂其實是 可能很現代 然後很浪漫 所以接下來我有準備另外一首客家歌 我自己寫的 是我跟彭佳慧一起合唱的 那今天我自己要獨唱 作文叫做 你的名字像一首詩 那我們就在這邊陪著他唱吧 好 我們的名字都是他的一首詩 就來唱這首歌曲 那個哈嘎發怎麼講 你的名字 兩個名字 衝藝術師 和他的名字都是他的歌曲 他在那兒 他不覺得他並立胖 我推confidence